台北市政府第二年和酒與社會責任促進會 推動不酒駕我行宣誓活動 國內外酒類業者 共享交通業者 汽機車安全協會代表也響應 宣誓杜絕酒駕行為 並且推動五大訴求 包含不酒駕 兵主敬歡不勸酒 控制飲酒不追酒 懷有身孕酒精佔據 未滿18滴酒不沾 一上任就有即刻成立輔機的 交通安全有限規程計劃 同樣地我們跨拒出大家共同不斷地開會 然後去執行各項的政策 以及規劃的計劃 過去一段期間也對我們具體有成效 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從過去我們早期整個城市規劃 我們都是以車為本 也就是一開始都認為道路要讓車通行 能夠走得方便 所以當初的思考早期都是認為道路要寬 然後呢 車道數要足夠 那如果車道數不足夠 就會壓刷人行道的空間 會造成我們人行道 大家都會發現往往 不管是碰到獲得的障礙物 編電箱 消防栓 露宿等等 所以會造成不管是一般的民眾 或者是文藝族 或者是市場的朋友 甚至是長輩 甚至是推動玩花車 都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們透過在前年底 去連出我們這個輔機 行人安全友善效果之後 我們不斷地會進行各項的改善 到今天為止 我們不管推動了機車推出人行道2.0計畫 我們透過機車彎的方式 讓機車不要在騎上人行道上 等等這些措施 逐步的讓台北市 一步一步全區都改善完整 同樣的 我在今年年初 也要求交通區及公務區 我們將原本規劃 交通友善的工程改善 原本維持了 我說要輸的三年一定要全部完成 所以也很謝謝我們同仁 大家非常的努力 就以社會主任促進會 在2000年開始成立的時候 我們到如今已經花了 超過新台幣1億的預算 來去做推廣跟教育民眾 總共不開車跟理性營酒這一塊 那我們也自己做非常非常好的典範 在這一塊 像我們的會員們 他們的員工們也好 我們都是會叫他們做代價 或者是騎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是德士也好 5688也好 或者是甚至是可以去找代價 騎Beeboe 或者是U-buy U-buy我其實蠻習慣的 非常非常喜歡 我們是比較嚴格的 那在十年來 我記得我八年前來台灣的時候 那一次我看到了非常多的 就是公共安全的數字 那是還蠻嚇人的 可是到這如今呢 我覺得因為我們一起共同努力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看到的數字 至少已經跌了差不多40% 在這十年裡面 這是我覺得企業跟政府單位 密切合作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好的節目 那在數位轉型這一塊 因為數位轉型的關係 因為數位轉型的關係 我們也把在推廣這一塊變成數位化 那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我們也成立了不久叫我行的 網路上的一個宣誓活動 那當然只有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已經好幾年沒有做這麼大型的活動 那從去年開始很感謝台北市政府 跟我們一起連辦這件事情 來去呼籲更多的民眾 在公共安全 尤其是不久下這一塊 付更多的行李 蔣灣指出目前暑假 為年輕人考照高峰期 加上考照上路後 對於路線交通號制不熟悉 造成年輕人機車事故傷亡 相較其他年齡層更多 對於很多年輕18、24歲 剛考上駕照上路之後 可能對於整個路線交通的號制狀況並不熟悉 再加上很多年輕朋友 剛考到駕照很興奮 可能騎的速度比較快 所以我調出過去不管五年 近十年 十八到二十歲機車事故的命令是飆高 所以我們不斷地希望透過很多政策的宣導 甚至這一次我們希望結合民間的力量 幫忙宣傳 所以除了告訴年輕朋友 絕不求嫁 不要追求 不要勸求 以外 我們這一次也跟大家分享 我們除了年輕朋友 考到駕照 駕訓考到駕照以後 其實也配合中央的政策 有一個高度安全的訓練 我們鼓勵年輕朋友剛考上駕照 一樣要去接受高度安全的駕訓 那我們台北市政府跟中央都有補助 所以現在年輕朋友去接受這樣的高度安全駕訓 是幾乎免費 台北市民取得機車駕照後 在參加道路安駕訓練 可獲得額外補助 前50名還可獲得全罩式安全帽 記者問郡 臺北不到